气暴引发大火 或是延烧黑夜中更醒目 消防人员不停拉水线灌旧 大火而来的突然 睡梦中惊醒 住户仓皇逃生 心有余悸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发抖 19号清晨4点多 东海商圈临近民宅 惊传瓦斯气暴 气暴地点是11号民宅 火舌还喷发到对象12号民宅 台中市消防局指出 11号民宅没有装设天然气 使用桶装瓦斯 屋内二三楼发现三桶瓦斯 气暴受损最严重的是一楼和地下室 气暴原因还在厘清 瓦斯漏出来以后 它跟空气混合 爆炸的范围 必须要火源把它引燃 它才会爆炸 这起意外造成一人受伤 四个人不幸罹难 罹难者包括陈姓一家三口 孩子今年才八岁 另外还有一名七十三岁 行动不便的老先生罹难 台中市长卢秀燕到场慰问 轻声抚慰 受伤的男子今年三十八岁 平日跟姐姐同住 紧急逃生不小心跌倒受伤 送医爆炸 生死一瞬间气暴造成两个家庭 天人有隔 大新闻黄自营李月威 陈仲中中台中报道